馬鞍 大家好 歡迎來到馬迷世界 又是我世榮 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裏面 都會教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叫我看一場馬 一個平馬人 究竟如何猜度一場賽事 去衡量哪一隻好一些 先不要說賠率 當然是賠率有高低 現在我去拍的時候 都沒有 不知道大家明天準備好跑嗎 還未呢 記得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你才可以Live 跟我用著堅仔賽馬APP的大手聲碟 一起去馬場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贏錢 好啦 不說贏錢那麼屎賄 我們講一下有時我們如何衡量一隻馬 去跑那個路程行不行 好像剛剛要說這場 第六場 其實那隻馬沒有跑過直路 你怎麼知道 六場那隻 一千三班直路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人和家興是鬼上身來的 為甚麼呢 綠色 全盛潘頓騎過的 連續三次都入Q了 這樣都不騎走去騎 不是想跟大家說甚麼鬼上身走去說這件事 而是想跟大家說 這隻馬千二上次周進落騎 你說不是很厲害而已 輸給手道回來再出都沒有 但是你想一下72分的手道回來 贏了這場之後加到81 而81他那場輸 你先看看前面那些甚麼馬 全部都是二班馬來的 即81、84、83 那場是評分上限高了 先讓他加完分之後跑不到那些三班對手 這樣才輸 正常來說 根本這隻人彈掉他是厲害 你說周進落減了綁 反而贏不了 是啊 沙田放斷了 其實這馬的氣量未必有很多 即是以前四班又前快後快 或者三班輕綁你得 你看看人和家興 捱到最後了 去到這裡 外面的手道回來就過他 剩下200米 你看看其實他都是跟手道回來差不多 所以手道回來我也推介過給大家 之後即是這場贏馬 我說這潘頓有十倍 這場潘頓肯騎回 絕段股就不會那麼好 益田太安 那麼多疾風鳴驅嗎 剛剛菊草 沒有這些 所以這隻馬擺明的高一點 其實直到1000 他去到那個位置他氣量不到 七檔也都算是好 因為斯加三蘭通常都理中外檔 所以這些馬大家就不要放過去 有時我們看馬就這樣看 當然縮程標準投王 贏過這個路程的前面兩匹 富高八斗全城那些都要記住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晚點就有隔夜非熱錢財經 和瞬間開動營 英陣再見 拜拜